夏天正是豆角大量上市的季节 家人们如果在冬天也想吃到新鲜的豆角 这个视频您一定要认真地看完 放到冬天也和新鲜的一样 可以用来炒菜拌面都是不错哦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圈森林求关注 首先去市场上捡来三大把豆角 把有纯面的不好的去掉 把豆角清洗干净 圈个好物断打纯温菜刀 浴干水分之后改刀成小段 这样子方便储存 全部切好之后装盆备孕 起锅烧水先加入一勺食用面解 再加入一大勺食用油 搅拌至溶解 加入面解可以使豆角更加的翠绿 加入食用油可以锁住豆角中的营养 不会被流失掉 水开之后下入豆角 不停的搅动 让它们受着更加的均匀 超至断生 豆角开始变得翠绿 用手轻轻一掐就可以掐断 像这样子我们给它捞出 放入凉水中 使它迅速的降温 这样会使豆角的颜色更加的翠绿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直接装入到一个保鲜袋中 装的时候可以根据每顿饭的食用量来装 一次吃多少装多少 我们给它分袋保存 装好之后 一定要排出里面的空气 避免与氧气过多的接触 然后扎紧封口把它扎紧实 所有的豆角都像这样子给它处理好 就可以直接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家长们豆角你就像我这样保存 放到冬天也和新鲜的一样 鲜嫩翠绿不发黑 冬天直接取出来炒个菜 拌个面都是非常的香 冬天再也不用吃高价反击的蔬菜 省钱又食用 如果觉得有用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